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 吉祥物冰敦敦一跃成为冬奥顶流 周边商品纷纷受庆 2月7号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设计团队负责人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曹雪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冰敦敦之所以会火 是因为人们手捧冰敦敦 就像捧着一份温暖 有这种冰晶外壳 这种材质之间的对比 跟一个透明的和里面毛绒的 叫我们讲对比统一的 这种设备方法 让你感觉到它很美 也很好玩 它这两点又决定了 它不仅仅冰敦敦 它有视觉的美感 它还有触觉的美感 其实老百姓 他手上捧着那个东西 他触摸它 他去拥抱它 他也要一个触觉上的一种享受 就是说为什么北京 那个王国庆大街 排着几个小时 几百米长的队伍 我昨天在朋友圈发了句话 我在寒冷寒风中 排几个小时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 最后那一刻 他手上捧着一份温暖 曹雪回忆 离冬奥会吉祥物设计 征集结稿只有19天时 他和学生们才知道 这个征稿信息 因为广东不下雪 主办方还曾对广东的设计者 能否设计出冰雪运动的 吉祥物有过疑虑 最终 曹雪团队的作品 让人眼前一亮 我就对他们讲完以后 我就跟台下的听众讲 我说要有资讯 我说也许你们这些 没见过冰雪的孩子 反而对冰雪和冰雪运动的 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所以19天之内 我们创造大概有几十套方案吧 送到北京的是16套方案 它总共冬奥组组里 收到全球35个国家 就近6000幅作品 然后经过层层筛选 从层评审 大概评审了将近有两个月 然后呢 我们被告知 我们有三幅作品 入围了前十家 这个就让他们刮目相看了 冬奥会的吉祥物 要向世界传递出 我是谁的信号 以往的设计 可能会习惯性堆砌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比如脸谱 剪纸等等 但曹雪认为 熊猫足以向世界表达 我是谁 你看 就是我们没有往它身上去堆砌 所谓的传统元素 你说它身上放个剪纸 或者放个什么 我们都没去做 它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 浑身 这个透亮的 带有未来感和科技感 这样一个熊猫的形象 并没有在身上加 所谓的传统文化元素 反而给它感觉 它是很中国的 因为中国的那种 文化的博大精深 包括那种处处向 全世界传递爱的这种信息 其实通过这个小小的熊猫 作为载体是体现出来 曹雪乡记者透露 冬奥会上的限量版金色冰墩墩 也是由他们团队所设计 冰墩墩旁边围着的是 碎寒三友松竹梅 比赛下面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运动员发的这个 熊猫旁边一套金边那样的 那个植物呀东西 你细细看它周边 熊猫一个金光闪闪的 那一圈是松竹梅 碎寒三友正好 它又跟我们的这个冬天 跟奥林匹克精神相关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 一个高度契合的一个人数 冰墩墩这么火 团队未来还会设计一些延展作品吗 曹雪表示 冰墩墩表情包早在两年前 已经设计好了四套 过年主题也有 目前已在微信上线 大家可以尽情用起来啦